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 什么东西 不 不要 救 救命 刀风 灵狐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结束了吗 是 将军 哼 这次可别再出什么差池了 将军请放心 这次的剂量刚好 一小时之内 我们症状即可消除 小姑娘 一会儿去换神医 完成任务就会给你警告 明白吗 是 你怎么提来了 报 报告主任 白狼他 他 他醒了 喂 你 你干什么 你还不能下床 不能乱来 你还是病人 你要去哪儿 喂 这里是实验重地 不能随便走动 光谱识别第二阶段开始 白狼 你怎么 主任 白狼苏醒之后就直奔这里 我拦都拦不住 白狼 你刚做完双一实验 还处在观察期 不能擅自行动 美丽的鸟儿 什么 是不应被关在笼子里的 喂 你要 这可是高强度钢化玻璃 怎么可能 你都干了什么 白狼 这太危险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把审判者放出来 怎么办 是吧 白月 一号我就是你的哥哥了 请多指教 哥哥 元帅 不得了了 白狼把审判者放出来了 什么情况 由于双A实验 白狼的破坏力惊人 如果狂暴复发 后果不堪设想啊 请元帅尽快采取措施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让他们俩人过来吧 是 白狼 审判者 目前正是用人之计 接通保卫者内部信号 将直播影像传输进来 是 信号已接通 辛苦你了 蓝博士 已经理全程监控病患情况 放心吧 专业的拘束医 正是为了防止病患 在受审期间 发生异常行为 蓝蜂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审讯开始吧 是 小灵 您好 我是本次的审讯专员 狐狸英 你好 请在陈述事实与回答提问时 看住我的眼睛 以便我通过你的神态 来判断说谎与否 好的 针对你的审讯口供 我会记录在这个光盘中 这台笔记本 已经断绝网络 确保审讯过程 不会外泄 请先自述一下 生殿任务执行过程 期间 我会随时进行提问 那么 请开始吧 本人 刀锋 保卫者朱雀部队总队长 2036年3月18日15点 接到司令部 一级机密任务 火焰室生物闪电研究所 疫情探查任务 限时72小时 人员限额6人 武器配备常规 当时任务内容 并未描述危险等级 是吗 嗯 是的 那你是否认为 这是导致任务 造成惨重代价的 主要原因呢 嗯 是 哎 怎么只有图像 没有声音啊 废话 一级机密任务的审讯 怎么可能公开细解 哎 真可惜 人家还想借机了解一下 生殿内幕呢 话说 这个审讯员好漂亮啊 这么年轻 就是审讯专家了 好牛啊 能参与这种级别的审讯 真不简单 公开审讯影响 就是为了让全总部的人 来见证这场大戏 刀锋 不管审讯结果如何 我们都不能让你死 时刻准备好 嗯 元帅 怎么派小灵去保卫者那儿了 这是个十分重要 且危险的任务 你和审判 现在要再次待命 哦 一旦情况有变 你们就做隐形战机 直飞六角大楼 放心 我是不会让小灵死的 还有蓝 由于最后弹药匮乏 我与赛斯逃至楼顶的停机坪 但是没想到悬风号 比预计时间晚了五分钟 此时楼顶大门已经被丧尸攻陷 我们只能坚守停机坪 我打光了所有子弹 旋风号在成功降落 此时赛斯子弹也打了 小灵怎么 状态有点不太对 嗯 看来是病毒生效了呢 丧尸大军涌上停机坪 最后 赛斯为了救我 嗯 请问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嗯 没有 请继续 啊 赛斯 为了救我 携带C4 跳入丧尸圈 这样 我才 得以脱身 好 刀锋队长 我对你的队员的牺牲 深表悲痛 也请你节哀 那么 今天的审讯内容 就到此结束 好 辛苦了 不过 在离开之前 还有件私事想告诉你 嗯 请讲 哦 要行动了吗 记得你刚才提到过的小曼吧 哦 怎么了 我想 我也将体会到他的痛苦了 哎 灼热的身躯 躁动的血液 杀戮的渴望 你 以及 即将失去所爱的人的痛苦 难道 不同的是 你 你要 难道他是 杀手 什么 哦 用光盘吗 我将亲手结束 不要了 同志他 快 是 所爱之人的生命 啊 啊 啊 Elise 爱记得吗 我叔之间的丑陆 你不能死在别人手里 因为 如果 我 你是我的父母 更是我的 获取最新动态和精彩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